護國神山台積電的日前宣布 不在桃園設廠之後 全台各個縣市都積極要跟台積電招手 所以掀起了一波搶婚潮 台南市長黃偉哲二十四號 率領市府團隊召開了記者會 盤點一下台南市整體的發展優勢 希望說可以爭取到台積電的先行制成進駐 歡迎台積電 台南準備好 台南市長黃偉哲率領市府團隊 二十四號召開記者會 積極向護國神山台積電喊話 日前台積電宣布不在桃園龍潭設廠後 各地方政府紛紛招手開啟一波搶婚潮 台南目前已經有台積電三奈米五奈米廠 黃偉哲這一步要爭取先進製程廠 臺南市政府經過這個多方盤點 其實我們已經面對台積電的一個先進製程 其實我們提出了我們臺南市的見解 那這個部分從過去包括水電土地交通 等等的方方面面都充分的說明 事實上臺南是有備而來 而且都準備好了 黃偉哲表示 預計可提供產業專用地面積共約一百二十二公頃 作為台積電設廠發展腹地 台南更有多座水庫蓄水量超過六億噸 市府也積極推動設置海水淡化廠 加上安平永康仁德等再生水廠 能夠兼顧民生與產業需求 台南的綠能成果在今年突破四Gigawa的設置容量 年發電量超過五十二億度 相信符合台積電與相關企業的要求 台電如果再次落腳台南 相信對於打造南方新矽谷的目標 能夠再大大邁進一步 五季的綜合報導